你看 現在的 川普是穩啊你 川普現在是千塊兩塊條 現在就穩了 穩了以後 台灣是要怎麼做 川普穩啊 你都不知道 六月火燒煲 天這麼凌亂 川普甘一塊冰你知道嗎 甘一塊冰 有夠涼 當然很多民調說好像沒有贏很多 其實不是這樣 整個氣勢 我告訴你 看他現在開始肚子 就一直進來 錢花不了 就是錢花不了 當然一直進來 拜登才會說 沒啦 我又骨頭獎了 拜登說 他又有錢 對啊 他又剩骨頭獎了 美金還要花 意思是說不用怕 我問他 還有很多牛糙 所以川普現在的總控 剛才瑞德上在說的 說到一遍 他之前跟我們說 要交保護費 其實我是贊成 對 我也在說 你要保護是比較小的 大家說清楚 六百億 八百億 一千億 我們都中立 但是目前大家正常買賣 他也知道 大陸現在的火箭壇 跟他的大堂 頂尾 系統都有 全黨人在地圖連這裡所有的 剪刀機的拋桌 第一時間 他要跟你玩家一定先跟你拋 你就F16A米現在該CD 讓你FG都沒辦法拋了 你來賣完 賣完什麼 F35米 你現在放在保留那個F35米 對 垂直起降 能夠直接起降 那時候萬一 第一時間下去 我們空油都沒辦法 我們F35米還可以飛 你要賣完就沒有 你要開始把這些情侶 溜到的 讚的武器 賣一些過來 你好像唱一首 要把我們收保護費 好 現在不要說我抱一下 六百 八百 一千億 我們掉了 他就是說接受保護 是要蓋我們比較好而已 保護會起來買 咱們 因為都保險 我只掉了是保險而已 保險不是表示你不出事 他兵有要來嗎 這就是紅線 中國大陸有話說 出兵來台灣 這就是大陸我的紅線 我不是負責台灣而已 我現在就負責台灣了 所以聽起來就好了 我們要主立主供 但是我們沒有美國人 我跟你講我們不會 這是什麼 你去換百種牌 我們去換國吃過法國牌的治療 就不通了 所以這個事情可以公開討論 大家公開講清楚 今天這個講話 台灣人很多人喜歡川普 因為川普上任的時候 然後對付中國 他對付中國以後 給台灣很多很好的武器 然後讓台灣剛剛講的 我們的自尊性也提升了 安全給予也提升了 結果今天怎麼說 你給我賺太多了 好的東西都給你賺掉 你台灣人還很有錢 所以你也來保護會 給我保護會給我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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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你可能知道 100塊拿24塊來做國風 你其他的補助 老人年金 歴史戰場的補助 這些補助款 都會去拿到賣 但是這沒有奶 沒有奶 這台灣人的命運 75年來 從1949年到今天 我們都是吃美國白的治療 大部分 真的 所有的補助 系統 建造機 所有的武器的系統 全部都是美國白的治療 對 有一年 1992年 我們改換白煮 改吃法國白的治療 慘 你去買到那個煩槍兩千 你可以記得買 對 一年白夢 一年街藍的白 三隻 特色的兩隻 三隻特色的兩隻 對不對 那裡也把我們開 納粹青營 但是 你因為換 武器和一般不一樣 所以你剛才這樣說 你如果開架 你加不就加賣 對 來F35V的你加賣不了 我最想要賣 你最想要賣 他加賣不了 不知道 過去 台瘤現在很強的 像美國的純意叫做什麼 叫做導彈 我們台灣所有的基調 他不會說了 不用台瘤 全世界的人從 尾聲的商品看都知道 我們的砲台在哪裡 對 第一時間把你弄好 你說F-16AV跟CD有錄影嗎 沒有 沒有人會不會 不會不會 像什麼會不會 像什麼 F-35米 F-35米啊 對不對 你在保留 你就把我放F-35米這樣 你現在跟著說要報 有啦 怎麼會購有錢 家庭才有錢 落體了八百 啊我敢買 你敢買嗎 你敢買嗎 問題 美國圖案你敢買嗎 你也不記得 他現在是在那搶土 他目標不是爛嘛 目標是什麼 他在做總統你不記得 保證他說什麼 台瘤 就是這塊島民 台灣 台灣 就是必然 那時候是怎麼跟我們看 你問想說 他四個年 購買我們 購百六億的美金 拜登 告訴他 改成購買我們三四十億 四五十億而已 不是這樣 因為武器是這樣 換台的時候 就會比較大錢 對 所以那個換台的時間 夠不 來 他很聰明 林富士 他在購入總統進行 當晚他就去北洋說 欸欸欸 北洋是我在補給人的 對 別家說你怎麼會二、二、三、八 那個時候 你會記得 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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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 不要插他 那小的 我們來做一個歐洲軍 你會記得嗎 有 那個時候 那時候 北洋說 你這樣 一拍一拍 他一直在動 對 整個我們自己來建立 黑洋的部隊 跟軍隊 對 他都算好了 到日本 日本去他也說 來來來 交情 我所有在自在 所有人 所有人的 空中 不是日本人在管 日本人是很無聊的 美國人在管 飛機什麼人可以過 什麼人不可以 是美國人在管 所以說你怎麼開錢 日本和我們不一樣 日本還有一個 Mitsubishi的重量 他是真的可以作戰到機 是 所以他也是吃美國拜 大了 養大了 韓國 還有一個菲律賓 現在 我們吃美國拜 養大了 你今天要叫我們換牌子 會怎樣 會鬧賽 真的 你母親 你換台就對了 換一個新系統 我們整個都倒 所以 不然我們一定要跟賣 所以不管 只有用地匪去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 他跟他說 川普 這四個年 他聰明了 旁邊沒有說 台灣不是筆尖而已 不是什麼 筆尖 這支筆裡面 肚子有很多水 可以抽 抽 像抽抽油一樣 所以你說台灣有錢 你來行 所以這就叫做 中華民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 台立基幹 卡到中華 台灣人也沒來 不用自相術了 你現在也不要提政部了 就要講的更白是 現在共軍只要攻擊我們的機艦 包括我們的設施 攻擊台灣本島之外 以任何的飛航器 沒有經過允許進到十二海裡領空 領海 我就可以下達自衛權 你先不講嗎 第一級不在我嗎 現在怎樣 你只要進來 我真的敢打嗎 對 問題就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級在誰 第一級就在解放軍自己的選擇 那麼如果呢 你攻到了 你已經進到了我們的十二海裡以內 形同侵犯我們的領海跟領空 沒有什麼好講的 你的第一級你進來 我們就必須要跟你打下來 又非那麼地打下來 就沒有什麼好講了 那為什麼呢 如果連自己的領海跟領空 都沒辦法護衛的話呢 我們要中華民國三軍幹什麼 那除此之外 如果顧力雄已經跟你講 如果我們的駐地刀刀的攻擊 那就是反擊 我們是行使自衛權就對了 這個是顧力雄授予第一線的官兵呢 直接決定直接就開火了 那麼顧力雄我覺得 他是完真的嗎 他是完真的 為什麼呢 這個無人機進到了金門的上空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打下來嗎 無人機 現在目前為止 進到金門上空的無人機 都是商用的無人機 都是沒有武裝的相關的無人機 那這也凸顯了我們在這個等於說 離島前線呢 缺乏這樣的設備嘛 當然問題是 如果你進到我們的領空 那進行這個所謂的 他要把它實現所謂的第一級呢 他有一個前提就是 必須要圍擊我國的安全嘛 圍擊我國的安全當然就是還擊 寶傑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這幾天你知道中共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他的動物4A兩艘動物4A 直接在宜蘭外 還要禁逼我24海裡 這是過去沒有發生的 過去呢 事實上在這一次他們不是說 要還擊這個等於賴清德 懷疑他台獨嘛 不是要鎖定劃定有幾個區域嗎 距離花蓮最近也在保持24海裡之外 但是這一次動物4A兩艘故意要入侵 那我們的軍艦就擋在這個地方 來 你要進來 你要考慮清楚喔 你要考慮清楚結果怎麼樣 你剛剛有沒有聽清楚 我所講的是共軍的動物4A 對 跟各位報告 共軍當然在飛機跟軍艦 比我們強太多了 但是動物4A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動物4A是 那麼要護衛他們的 山東號 遼寧號的航空母艦的 護飛彈附衛艦 但是山東號跟遼寧號 全速前進的時候 南俠展昭追不上前面的 包青天的後面慢慢跑啊 他跑得很慢啊 他跑得很慢啊 我問你啊 這個動物4A我講坦白了 連台灣的軍艦都比不上 為什麼他會派兩艘連台灣的軍艦都比不上的飛彈附衛艦呢 故意在那邊挑釁 他如果今天來的是動物2D或是動物5 我們就要搶一下 心裡要搶一下 那個是比我們任何一艘軍艦都要先進的軍艦嘛 可是他還是派兩艘來洗腦嘛 很簡單 這就是中共現在的態度嘛 那他為什麼這一次對這個等於說 那麼美軍的這個提風系統這麼感冒 因為很簡單 提風系統事實上沒什麼了不起 他還不是最新的黑科技 問題是 他是這一次距離就直接瀕臨城下 在呂宋島啪下去了以後 一套提風系統4枚飛彈 有標6 有標6的防空飛彈跟這個戰斧巡迷飛彈 然後一次是4輛16枚啊 那麼16枚如果他多部署幾個單位的話 我問你那形同在南海 插一把刀在中共的心臟上面嘛 所以他才會那麼感冒嘛 不要忘記 他在這邊部署這個提風系統的時候呢 那麼日本也跟美國買了 這個400枚的炸斧巡迷飛彈 200枚舊的200枚新的嘛 那什麼意思 那台灣永遠不斷又把這些飛彈 跟相關的砲彈運來台灣 整個第一島鏈全部都鎖緊了嘛 莫怪中共會那麼生氣 好 今天我看 剛才講的 顧雷雄今天這個台灣 讓很多人覺得非常的驚訝 台灣真的敢主動攻擊了嗎 而且 他這個是已經跟老美講好的嗎 顧雷雄他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秋歸顧不隨 對不對 秋國正部長所做的很多事情 他都改 但是我這個我跟你講 很意外的 他去了立法院講完之後 軍中出現了 不要說兩極 就是很多人覺得 哎呦 看來是新官上任新氣象 他不提正部 他不上刺刀樹 以前邱國正他堅持要 因為這黃埔精神 那不提正部 今年可能是最後一次 黃埔百年之後 他說今年都已經練好了 所以就踢 然後不得不用去 就學生就好了 明年以後呢也不用踢了 為什麼 因為在現代的科技戰爭當中 發射飛彈操作武器 不會打到最後還要面對面的以後 等一下我先上刺刀 不會了 但他不是不要戰技喔 他要戰技 他要搏擊 但他不要上刺刀 第二個 他還做了什麼改變 其實我本來也沒那麼清楚 保健哥你知道嗎 只要當兵的話 他這一輩子可能住五二十年 老婆女兒說要去日本玩 他就不能去啊 因為他不能跟著去啊 他也不能自由行啊 然後說跟團 那大家一起跟著 不是 是要國防部他們同意的團 那現在就把它解開了 你要自由行就是自由行 出國也不用回報 休假的時候 這個政府主觀也不用說 一定要一個人留守 他做了這些改變 就是要做什麼 我做個結論好了 他要讓現在目前在當兵的人 覺得當兵沒有那麼苦 對 沒有那麼沒尊嚴 或許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才剛剛 或許明年回頭來看 這一年過去以後 步兵的人數增加 那他就打標了 這是美國他要他做的 第二個 他現在目前所講的 大家都在討論說 飛到了這個海峽中間以後啊 二十四海里 林街區十二海里 怎麼樣第一級 這是以前最關注 我以前跑國防進入的時候 每次國防不記得就問這個 顧力總完全就說 你不用問這個了 這不重要了 因為他飛進來 他就侵犯我們的領空的時候 就視為第一級了 我們隨時要反擊 我們不會去管說 是不是我要欠對空鳴槍什麼 還有用槍機制沒有了 他要讓對方知道說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做好防衛 我們不會過去 但如果你過來的話 你就要必須面對 我們中華民國 國軍的一個制裁 所以以前講說 第一級是開火 對 射擊現在不是 是你只要越界 你就是第一級了 這個在邱國正部長 他最後幾個月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有暗示了 也就是說不是說 對方飛進來 然後他必須要開火 我們才回 也不是說對方飛進來 我們必須要先示警 他其實就是告訴你 不要飛過來 那保全哥我現在馬上講 他說不要飛過來 不要對台灣進行 這個軍事上的威脅 這個事情 剛好跟最近拜登的 手法是吻合的 拜登就講 我們是一種政策 One China Policy 所以我不會跑去一個 叫台灣獨立或怎麼樣 可是你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不能來台灣 侵犯台灣 攻擊台灣 所以你一旦有的時候 顧力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他要跟美國 美國當然不會迷目張嘆 講他跟顧力熊怎麼樣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做的就是美式的一個改革 美式的軍事改革 然後我就 我們現在所有武器 都是什麼制度 都美國的 所以顧力熊他現在上來以後 他在整個國防的概念上面 完全不同 然後最讓大家驚訝的是什麼 523 524的時候 不是中國大陸軍演 歷劍2024 對 他都已經把我們台灣圍起來了 你新冠上任 你當國防部長 是不是要趕快去 聽幾分鐘而已就離開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 真的要打仗的話是誰 是這個 梅家術參謀總長 他負責指揮作戰 我是國防部長 完全的分工分權 那知道踢政部他才會打仗嗎 不可能的事情 把所有時間 應該回歸到正常的戰術 然後踢政部的時間 刺槍處的時間 流出來之後要幹嘛 總不能去拔草吧 總不能去掃廁吧 那這些阿兵哥要做什麼 就是學習美國的戰術 這就是美國的指導原則 還好我早當完兵了 不關我的事情 太可怕了 很可怕 看完冷漢之後 為什麼這些東西刪掉 但你知道換過來是什麼嗎 死打死的硬操演 有夠硬 很硬嗎 他們現在講 我們要先學一個東西 叫做近戰格鬥 我看完那個畫面 我嚇死了 而且美國要求中國 不要輕舉妄動 不只是說他拉幫結派 對付中國 現在連把手伸到台灣 是越來越清楚了 接觸了剛剛講的 F16的備品設備 現在是賣給台灣 這不足為奇 因為我們買了你的武器 本來就可以買你的備品 更誇張的是 你直接從美國的軍火庫 從美國空軍的武器庫 直接掉過來 掉過來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互通有無 另外就是透過顧力熊 以前我們聽到的消息是說 蔡英文早就要改了 可是邱國正這些人 就是不肯改 換了顧力熊以後 就代表 美國對你台灣的訓練 都有意見了 沒有錯 你看我們的空軍的F16 現在來講的話 2022年曾經跟美國買過 F16相關的備品民主件 但是現在2024年又給他買 結果這一次的新聞稿當中 特別出現了一段文字 非常有趣 他是說這些備品 將會從美國的 空軍的軍火庫當中 轉移到台灣來 那這個東西 這有什麼特別呢 從來以前都沒有過的 以前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廠商 軍火商 生產完之後就送到台灣來 但是現在是直接 從美國的軍火庫當中 掉貨 那你想想看 從美國的庫存 對 美國庫存掉過來之後 那美國庫存呢 不就是少了幾個零組件嗎 那少了零組件 他怎麼辦呢 他必須要找廠商再去補 所以什麼意思呢 他過來之後 他要補 這整個是台灣的軍火庫 跟美國的軍火庫 整個是串在一起 我多 你就少一個 少一個你就要增加 那增加在不斷地 一直進行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互通有無了 台灣跟美國的軍火庫是互通有無 而且再加上現在顧力雄已經決定了 取消踢陣部 跟所謂的刺槍術 這兩個東西其實說真的 在美國的眼中看起來 就是極權國家的象徵 而且說真的 踢陣部也會傷後腦勺 你知道嗎 傷腳腦 會傷腦 會傷腳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踢陣部跟刺槍術怎麼打仗 這不符合美國的戰績要求 美國的戰績要求 是要晉升搏鬥 或者是採取任何的戰術來講 你看今天顧力雄說回歸戰術 什麼叫回歸戰術 其實就是美國教官 要來教台灣的阿兵哥 怎麼進行實際作戰的一個做法 你如果說踢陣部來講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把整個亞太地區所有國家 有踢陣部的國家拉出來 沒有日本 沒有韓國 那這些國家難道不會打仗嗎 那踢陣部他才會打仗嗎 不可能的事情 把所有時間應該回歸到正常的戰術 然後踢陣部的時間 刺槍術的時間流出來之後 要幹嘛 總不能去拔草吧 總不能去掃廁所吧 那這些阿兵哥要做什麼 就是學習美國的戰術 這就是美國的指導原則 宇軒 你過去也當過不明牌照 現在 孤里久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不刺槍 不踢陣部了 保安哥 我看完今年 義務一年兵 他們手要受到訓練 你知道我心中只有一個感覺而已 還好我早當完兵了 不關我的事情 太可怕了 很可怕 看完冷漢之後為什麼 因為他很久說 不對啊 宇軒 他們現在不是說要變得很輕鬆嗎 整個都校改嗎 不對 為什麼 他們是把沒有用的 比如說什麼 我放下回家 要每個小時回報 掌觀眾無聊的去掉 踢陣部去掉 刺槍速保留哥 還記不記得 全景吐司 刺 完全沒有那個作用 完全沒有那個P 這些東西刪掉 但你知道換過來是什麼嗎 實打實的硬操演 有夠硬 很硬嗎 他們現在講 我們要先學一個東西叫做 近戰格鬥 我看完那個畫面我嚇死了 各位 就你現在看到這個近戰格鬥 什麼意思 他是要你真的兩個單兵 就進行演練 而且演練的模擬重要是什麼 如果說戰場上發生 你看喔 有人攻擊你 拿刀要刺你 你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什麼樣的板子 什麼樣的帥 你看他直接把他肩膀壓在那邊 那是壓真的耶 直接摔 不是開玩笑 你看那個是真的往後 前置住讓他動彈不得 去學習這些近身的戰鬥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還要做什麼 比如說我們講的 核化身棒演練 什麼意思 以前呢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演練過說 單兵注意 單兵注意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來抬頭觀察 由左往右 由右往左 喊口號嘛 但現在不是 他就是說 好 比如說真的前方有核爆 請問單兵該如何處事 你就真的要戴著防塗面具 各位你看喔 大太陽底下 這就是我當兵的成功靈喔 戴著防塗面具 然後你看到幹嘛 往前走 然後突然班長一喊 核爆發生了 你要怎麼辦 然後他們馬上呢 真是毒氣室 毒氣室 你沒有放毒氣 真的放毒氣喔 各位 你不要看到他們現在 因為這是鏡頭在拍 來這個就真的毒氣室了 他們真的要進去裡面 然後給毒氣訓個一分鐘 你看他們在出來之後 每個人趕快拖下來 淚流滿面 因為那個真的很臭 你知道嗎 兵哥 然後他整個淚流滿面的時候 你看他吐口水 吐 不只是吐口水 甚至還會吐 因為真的很痛苦 他們說 就讓你體驗到真實 如果這個有毒氣的話 你的狀況會怎麼樣 保利哥你知道這特別在哪裡嗎 以前我是做預關的 所以這些訓練 其實我也有訓練過 你就真的要進毒氣室 但他們是兵啦 你怎麼會要每個小兵 也做這種事情 有夠硬 然後真的還要模擬核爆 你知道模擬核爆 那要做什麼嗎 放肆 那就是說你真的要蹲在那邊 大太陽底下 戴著防凸面具喔 槍還背在你背後 然後在那邊撐 撐90秒 90秒你才可以停下來 而這些訓練 現在通通都跑到了 連一般的阿兵哥一年無一 都等要進過這種訓練 其實他們都玩真的 對 而且有一項 我不只是玩真的 連我這種當預關過的 我軍關我都沒玩過 你知道玩什麼嗎 戰傷救護 就像你各位看到 他們現在模擬狀況是什麼 以前我們說戰傷救護 就是說受傷 包紮一下這樣就好了 現在不是喔 是真的 你的同袍在你面前倒下了 你要怎麼做 你要拖著他先遠離火線 然後到有遮蔽庫狀況之後 開始幫他綁止血帶 而且叫我關懷在旁邊什麼 不斷的給你噴 不斷的給你噴 保利哥你知道噴什麼嗎 噴什麼 噴血 噴到你的臉上 不是噴受傷的人 因為你在包紮受傷的人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一直流血 血會噴出來 然後一直噴嘛 他就模擬說 你以為這麼好過嗎 我們當然要模擬最新的環境 你看到 拿著那個血漿 就一直往那個包紮的人身上 一直噴 而且他們講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你有辦法 從火線把它 那是血漿 噴了血漿 那怎麼可怕啊 對 而且你看整個現場 那個畫面拍起來 都一片黃黃的 當必要這個樣子 對 你看阿兵哥緊張到手 一直手忙腳亂 手忙腳亂 你怎麼會這樣 你就知道 真的是完真的 有夠硬 而且我覺得這框是 他們的射擊也是完真的 而且射擊有算喔 還搞夜間射擊 對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 在做這種射擊訓練的時候 我那時候拿了 叫做65K2 那種老古董 你知道怎麼射擊法嗎 沒有 就是班兵排好好 然後清槍完畢之後 到一個定點 非常安全的狀況之下 大家一起騎射 射擊 然後就這樣子 他們現在不是 他們現在什麼 邊跑邊射 嚇死人 他們就說 現在要演練的時候 快速移動射擊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就說不行 馬上的 綠色 貴色 趴兒 臥色 三個叫輪流交替 對 因為貴色 綠色 臥色 臥色 是我們大家都學過 但是從來沒有學過 說組合在一起 等於說 它是不是有陸陸續續 前後方有很多個眼閉物 而且你看阿 為什麼槍會震動 你知道嗎 那打針的 你真的不是可以開玩笑 所以等於是 我移動到這個地點 開始射擊 然後再跑到六月定點 趴下 再射擊 再跑到六月定點 蹲著 再射擊 甚至綠色 臥色 趴色 全部都要會 而且最厲害的是什麼 這個我就真的沒玩過了 以前晚上我行軍 頂多唱唱夜襲 走走路唱唱軍歌 他說不是 你要夜間射擊 夜間射擊 對 你知道夜間射擊 怎麼個射擊 反正說語言真的還假的 開玩笑 真的 他們是到了靶場之後 你知道嗎 定點之後 原本會有開燈 大家確定完畢之後 好 要射擊了 把燈關掉 讓你的暗檸檬整看不到 語瑄他該怎麼做 那打什麼 他有夜視鏡 有夜視鏡 對 我們國軍兵工廠 最新生產出來的夜視鏡 所以他等於是說 讓你提前體驗說 到底用這種夜視鏡的方式 你要怎麼瞄準 甚至在晚上 因為拜託 戰爭又不會管你白天到晚上 晚上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烏二戰爭 打得可兇了 無人艇到處撞 而這整個東西 他們最後還會把 可是你知道嗎 以前夜教的時候 我最喜歡去墳墓 墳墓前面會有水泥 躺在水泥上面 就不會有螞蟻來咬你 結果他們現在 夜教是真的要射擊 對 夜教要射擊 而且也是確實 躺在冰冰涼涼附近 只不過手上都一把槍 然後還要開槍 所以他們現在把這個整套的 我們剛才講到零零鐘的 你以為都是分開嗎 不是 他在最後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建設 建設的時候 震撼教育什麼 把你所學所會的 老大公 我已經不知道多久 沒有看到這種爬豪鉤了 你知道嗎 爬這種鐵絲網了 連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時候當兵的時候 大概十幾年前 也沒有玩這麼硬 還真的要 你看 所以等於說包括 單兵小組作戰 要如何掩蔽 如何遮蔽 然後再包括他們先前所演練的 射擊的部分 甚至刨鉤 把全部的東西綜合在一起 但是還有要求 這個是一般兵 一般兵 一般兵要這樣玩 就是你要成為一個 合格的步槍兵 竟然要做到這些事情 而且實彈射擊裡面 總共有18發 而且要達到9發 或超過9發 通通的要重把 才叫做合格 這誇張是你現在 不是要叫招嗎 叫招也要夜間射擊 對 報告 我報告 我之前也有去過叫招 去過叫招的時候 那時候我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打步槍 這沒什麼大不了 第二個我們講 打排擊 這個我倒是有點 新的體驗 但我也沒有什麼夜間射擊 他竟然說 也是叫招 裝著這種 TS-84的夜視鏡 然後很多人都很興奮說 我叫招這麼多次 我從來沒有體驗過說 竟然連叫招 還可以玩到夜視鏡 而且保留更知道 夜視鏡的構想是來自哪裡嗎 他們直接講 我們這個就是 比照烏二戰爭 因為烏二戰爭有這套夜視鏡 所以我們當然要拿這個 夜視鏡真的看得到 對 而且它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叫招用的比較爛 叫TS-84 但是我們現在四官兵用的 非常好 是我們最新兵工廠生產出來 叫做TS-96 你知道它厲害在哪裡嗎 第一個 它除了分兩種 一種就是指揮官 像步兵指揮官 我戴了嘛 我就戴那種雙眼的 然後是只有一個孔的 那種的 雙眼一孔 但是那種小兵有沒有 就拿那種一眼一孔 裝在槍上的 有槍可以用的不錯 但是性能好不好 真的好 因為好到就是說呢 他們除了辨識之外 如果說你看不清楚 還有紅外線可以額外的去增設 這是過去用的 對 補強你的 這就是我們講指揮官使用的 還可以補強你的這種 視覺是辨識 但你講不對的 宇雪 它是一片黑漆漆 亂七八糟 那如果打到有金怎麼辦 他們也想到了 他們比照烏克蘭 所使用的這個叫做 IR螢光棒 有沒有 平常白天看 它只是正常的灰色 結果到了晚上 在夜視鏡裡面 透過夜視鏡觀看 它會反射 所以你看到夜視鏡照的畫面 你看原本沒有變色對不對 後來變色了 所以你就知道 看到中華民國 敵我變色 敵我變色 所以這全部都想到 不是跟你玩半家加久 也不是跟你玩假的 而且現在剛剛講到 我把一些特戰的訓練 以前我們講的城市作戰 那是只有軍官才做訓練的 現在把一般的特總兵 一般的縣兵的特戰訓練 也放到一般阿兵哥了 這一年他們到底要幹嘛 一年很充實 真的有點忙 難怪沒有時間 這個拔草掃廁所 因為我先前參加過特勤的這種 參觀過這種特勤的這種 記者會 他們才會有這種 我們講的CQB的這種 這種我們講的 Close Quarter Battle 也就是限制距離作戰 為什麼 他們等於是說 我要在這個狹小的 可能25公尺範圍內的空間 然後來進行演練 那你說這跟我們剛才講的 這些差來 當然差的可多了 你如果玩過射擊有些時候 請問一下 你如果突然頭從轉角伸出去 會怎麼樣 會被爆頭 不能伸頭 不能伸頭 一定會被爆頭 但講白了 你這個沒有訓練過怎麼知道 所以他們訓練是什麼 我們就看到像那種美國這種 這種外國電影一樣 手尖搭的尖 然後呈現這個一整個重隊 小組作戰的方式 而且還有編小組 就是SUT 所以以後我們要學國外這樣的影片 對 沒有錯 你看 比如說破門之後 你看他會做什麼 比如說先一個人先開火 壓制敵軍 然後你看那個就是 示意說這是有壞人在那邊 然後他們 比如說先丟震撼帶 或先丟煙霧帶 丟進去了以後我才衝進去 當然沒有錯 而且你要牽進去你看 他不是隨便亂衝 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在門左邊的人往右走 為什麼 交叉火力掩護 而且才確保說沒有任何死角 而這一套系統 未來也會應用在 我們的國軍訓練上面 所以你看到你才了解說 難怪為什麼要有夜視鏡 難怪為什麼要進行 什麼晉升格鬥 這些東西都是一套套的 代表等到你前面的這些東西 訓練好之後 到了後面真的實戰 真的城鎮戰 真的發揮戰場 作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起到喜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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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